丽丘是金丰香面积最大的村落 主要是卢凯族和东排湾族 组成的原住民部落 族人多数都以务农为业 山区灌溉不易 因此种植耐旱作物 台东县政府在三年前 特别利用闲置的丽丘国小 作为小米加工厂 也争取到经费 把校舍活化成为了 小米展售空间 现在成为了国内 第一个以小米为主题的文化展示馆 它的名字叫做小米学堂 丽丘是金丰香面积最大的村落 主要由卢凯族与东排湾族 组成的原民部落 族人多数以务农为主 山区灌溉不易 因此种植耐旱作物 如小米、红梨、洛神花等 被称为原住民族三大特色作物 小米给人的印象是黄色的 透过这台色泽选别机 精选出台东县优质无独的南回小米 像丽丘国小 其实这个空间非常好 教室也都还能够用 然后它还有一个活动中心等等 操场 那现在我们透过金黄小米这个计划 把这里打造成小米学堂 它里面其实是复合式的功能 餐饮、展售、加工、文创、露营区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活化一个闲置教室的 闲置学校的一个典范 当然它的成果未来能不能呈现 很重要的是未来的经营 未来的经营跟管理 所以我不断地在告诉乡长 一定要很认真地把跟部落结合起来 然后要能够把游客引导到这个地方 它的效益才能真正充分地展现出来 谢谢李熊村的村民 从发想到能够成立的 如果不是他们努力的合作 配合台东县政府 配合我们人民会 大概今天大家比较不容易聚在这里 原住民特别是台湾跟鲁凯 他们是用小米来清算顺势 我们也只有公共小米 才能够展现台湾跟鲁凯文化 大家可以想像一个族群 当开始懂得感恩 懂得做祭典的时候 道类鼓类是非常重要的作物 就它可以用来酿酒来尊重我们的神 来祭拜我们的祖先 来看过我们的祖林 联续文化上的态度 我觉得要特别特别感恩很多前辈们 帮忙我们这个食堂能够成立 小米是南回地区重要的传统作物 也与排湾族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館内的文物展示了小米 自播种到收割时的其成 一旁还有展售小米红梨等特色商品 台东县府三年前规划利用当地闲置的 立秋国小作为小米加工厂 也争取原住民委员会经费 把校舍活化成小米展售空间 现在成了国内第一个 以小米为主题的文化展示馆 叫做小米学堂 未来希望也能和池上米一样的有名 记者潘俊伟 金风香报导